在蓮子大致放生文的公案裡面講 就提到這個故事的由來是這樣 就有一個出家人 他掛單在一個寺廟裡面 有一天有人就抓到幾隻蜈蜈蜈 幾隻蜈蜈蜈 以竹子公其所為 就是把那個蜈蜈的頭跟尾 用竹子把它捲起來 那麼這位出家人就把它買下來又放生了 但是其他的幾隻大概都死掉了 只有一條蜈蚣活命過來 而且急忙的離開 後來這位出家人跟一個朋友 在這個試驗裡面打坐 牆壁上呢有一條蜈蚣爬過來 那麼他就用牧尺在旁邊把它拍打 希望他離開 拍打這個牆壁呢 希望這條蜈蚣能夠離開 但是這條蜈蚣竟然不走 進不去 後來這位出家人就說了 洗手放得揮耳也 而其來謝一言 國耳無當未如說法 耳地聽勿動 他就說了 他說你是不是以前我幫你放生的那一條蜈蚣呢 是不是你要來跟我謝謝呢 如果是的話 我為你說法 你好好注意聽 地聽就是色耳地聽 色心地聽 你好好聽 那麼這個出家人就跟他說了 乃告訴耶 一切友情為心所造 心狠者化為虎狼 心獨者化為蛇蝦 而主獨心慈行可脱也 這位出家人也很會開始啊 他說一切友情眾生為心所造 心狠者化為虎狼 你心魂捨辣了 你就投生到虎狼這個物類了 這動物了 心獨者化為蛇蝦 就成為獨舍跟這個獨蝦了 你只要除掉這個獨心 而除獨心慈行可脱 你就可以脫離這一個 蜈蚣的這個生殼 就脫離這個畜生道了 言必令氣 結果他這位法師開示完了以後 不帶七竹 許其出窗外 他聽進去了 不用再趕他呢 這一隻蜈蚣就離開了 慢慢的爬出去了 那麼有人在座呢 他的朋友在旁邊陪同呢 驚嘆稀有 就在當時隆慶四點 把這件事情記載下來 這個跟前一陣子 有一個朋友呢 傳一個網路的這個信息給我 也就是有一隻烏龜呢 遇到人家跟他開示 然後跟他開示 講的道理跟這個 出家人跟這個蜈蚣講的道理很像 一切友情為心所造 那麼就跟這隻烏龜呢 練佛跟開示佛法 這些烏龜很有善根啊 他一聽到開示的時候 他頭就仰起來 就抬起來 講到他為什麼會墮落我畜生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烏龜好像聽懂啊 再流下眼淚 那個拍的人呢 也很特別 真的拍照這樣 他流眼淚了 這個就是 物列都有這個靈性